大家好,順頓來看一下本週APEX限時免費遊戲喔 那一樣,所謂往下拉就可以看得到 領取期限到7月25晚上11點喔 下禮拜是晚上11點 這禮拜有兩款嘛 這款好像是什麼 洗衣店改裝成街機廳嗎?之類的 復古街機冒險 這個還是獨立製作 還有DLC 需求好像沒有很高 然後 有繁體中文 那再來看一下那個Steam頁面喔 目前是871篇 89%幾度好評 有繁體中文 然後最近好像要出VR版本是不是 哇 VR版本不知道有什麼不一樣 還有一個月左右 那評論的話 小遊戲大集合 就一堆街機遊戲吧應該是這樣 還有 還有細時場 還有戲時場 還有玩了28小時 6.9小時 32小時 45小時 破服 3小時 開間大型電玩店的夢想 至於嗎 15小時 不推薦的 嗯 不是 只玩了0.4小時 還在 經營洗衣店嗎 不知道 喔 孤科會在靠近的 色幟变成碎片 破圖嗎還是怎樣 不知道 20小時 20 好吧 應該就是重啟店然後慢慢變成街機店這樣 有興趣可以玩玩看 然後下一款是恐怖遊戲哦 我都是獨立製作 7種需求好像也還好 一樣有繁體中文 XTIN頁面的話 目前是1445篇80%極度好評 這邊沒有繁體中文耶 等一下我是不是看錯了 這有繁中耶 可是我記得好像APEX版本都會 比Steam的還要 還要找 還要舊的版本 不知道為什麼Steam這邊不支援繁體中文 可是其實他有忘了改 至少是有簡體中文的 直接寫 施蓋兒之女 總之就是一個恐怖遊戲玩 遊戲時長可能差不多5小時嗎 貓貓 13小時是怎麼玩到的 玩好幾次這樣 25小時 25小時 5.8小時 不是3 3A恐怖遊戲 欸我居然看得懂 然後後面就看不懂了 然後7小時 他應該也是有破關吧 他講的太認真了 0.5小時 被什麼 開局CG結束之後 一笑嚇到不敢玩了 是很恐怖的意思就是了 只有一首歌 只有一首歌 這個馬賽克是什麼 這個這個什麼 防雷嗎 這有什麼雷的我就不知道了 好心技玩家 所以剪了媽媽在玩傻 一堆垃圾小怪卡在綠境路上 看起來他很氣 好吧 總之就是一個恐怖遊戲嘛 有興趣可以玩玩看 我看他這邊好像沒有太可怕 不知道 好興趣可以玩玩看 大家記得在那個 下禮拜四晚上11點之前領起來 7月25晚上11點 OK那差不多就這樣 大家拜拜